南南是一名骑机车的富人 疑似是因为被计程车擦撞到他的后照镜 结果是连人带车您看到都摔倒了之后 摩擦力再加上汽油外泄 瞬间引燃了熊逢大火 整辆车被火球给吞噬 烧到只剩下骨架 而富人则是受到轻伤被紧急送医 熊熊火球从路边窜出 把九点多的夜晚天色照亮 机车被烧的只剩下焦黑的支架 其实是这名年约四十多岁的富人 还好她只受到轻伤被送医急救 事发当时她和另一辆机车 执行在台南太平桥附近 这车问奖疑似因为超车 撞到富人机车的后照镜 导致富人连人带车 整个滑到对向车道 疑似是因为摩擦力太强 加上机车漏油瞬间引燃 整辆机车就这样起火陷入火害 实在是惊险万分 机车不到一分钟被烧个金光 消防队员赶到拉水线 很快扑灭火势 好在富人及时逃出 躲过一劫 感谢观看